这是古神巴菲特的豪宅 没有围墙 没有大院 一栋灰色的小楼就紧挨着马路 与古神巴菲特吃一顿午餐 你需要花上百万美元 这并不意味着巴菲特生活奢侈 相反 他可能比你还节俭 据说 他请比尔盖茨吃麦当劳 都要用优惠权 1958年 巴菲特花了3.15万美元购入这座房子 一住就半个多世纪 在这里 他生儿育女 在这里 他成为叱咤世界资本市场的风云人物 房屋有5间卧室 两个全套卫浴间 和一个简单的卫生间 装修风格 有点像中世纪的古堡 巴菲特之所以一直住在这里 是因为他觉得开心 而另一处同样令他开心的是 他在1971年花15万美元 为家人买下的度假屋 位于加利福尼亚 潮海的一侧是大面积的玻璃 每个房间都能看到美丽的海景 巴菲特在这里度过了难得的休闲时光 而在妻子去世后 巴菲特以600万美元卖了这里 15万换600万 不愧是世界上最会投资的人 巴菲特的成功之道 和极简生活和阅读 都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在《巴菲特制股东的信》这本书里 他曾经提到 一个投资者如果想成功 必须将两种能力结合在一起 一是判断优秀企业的能力 一是将自己的思维和行为 与市场中弥漫的极易传染的情绪 隔离开来的能力 或许是这第二点 让他远离喧闹的纽约华尔街 选择定居在安静的家乡小城奥马哈 对于这座房屋 巴菲特的自豪之情 异于言表 他一再表示 这是他人生中第三成功的投资 他说 这里冬暖夏凉 有我的妻子儿女 我过得很开心 这座房子 留下了我们50多年的记忆 确实如此 我们身处在这样一个喧闹的世界里 极易被各种各样的情绪所绑架 而忘了 我们生活其中的房子本身的意义 房子的意义不在于房屋大小 而在于里面的人和记忆 本期《名人的家》系列就到此 感谢大家的点赞 关注 转发 我们下期 再见